美国官员透露 尼哈停战谈判有重大进展 西瓦尔被逼让步 爆发社会动荡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高校坐在火山口 美军也搞间谍气球 剑指中共 破解反介入 英国大骂中共可耻 马来西亚扣留打捞鹰舰的中国船只 乌克兰海军司令透露 俄罗斯在失去黑海克里米亚枢纽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7月5号 星期五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真实的故事 是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 希望他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两个月前 李先生在油管上看到了希望之声TV的广告 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试试三高代谢宝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先生是怎么说的 因为过几月 两个月前到 他的糖分是很高 7.1 他没有吃药的 后面 见广告 这个YouTube 你去看这个 什么 希望之声 那我见到 所以过来就买回来给他吃 他吃之后 比较重量点 吃了12 吃了一个月 现在落到6.4 听到这段话呢 让人觉得很高兴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李先生太太的血糖就降了下来 希望李先生的故事 能给大家一些鼓励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也在为高血糖烦恼 可以试试李先生的方法 或许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 最后提醒大家 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 最好先问问医生 确保安全还有效果 好了 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7月5日 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以色列和哈马斯有机会在秋季达成协议 停止长达9个月的加沙战争 并确保被关押的以色列人质获释 与此同时 以军加强汉尼尤斯的清剿行动 而当地百姓自发撤离 还怒烧哈马斯的设施 这让辛瓦尔被迫做出让步 综合媒体的消息说 近几个月来 所有试图在加沙达成的停战协议的努力 都以失败告终 7月4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举行了30分钟的电话会议 会谈后 美国官员向记者们说明了停战谈判的进展 美国官员表示 作为以哈之间的主要中间人 卡塔尔和埃及官员7月3日收到了哈马斯的答复 并表示 哈马斯已经基本同意停火协议的框架 但协议的具体细节仍然有待解决 美国官员说 这个回应让大家都很鼓励 这可能是达成协议的基础 他表示 这个回应不意味着这项协议将在几天内达成 但白宫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目前最终协议没有解决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执行方面 协调人现在的目标是在秋季达成停火协议 具体这项停火协议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加沙的敌对行动暂停六周 释放被困在加沙的女性 年老的人 还有生病或者受伤的人质 接着调节人希望延长停火时间 有效的结束战争 在此期间释放剩余的人质 而以色列也将释放巴勒斯坦囚犯来交换人质 允许更多援助进入加沙地带 让流离失所的加沙贫民返回家园 包括北部地区 内塔尼亚胡昨天7月4日宣布 他会派遣以色列情报局的负责人大卫巴纳德 带领代表团前去卡塔尔 与美国还有卡塔尔和埃及等等调节人 进行人质谈判 来达成这项停火协议 美国和其他调停人认为 人质协议是结束战争 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最终实现途径 尤其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跨境冲突正在升温 内塔尼亚胡一直不愿接受 仅凭人质协议就结束战争的观点 他誓言一定要剿灭哈马斯 因此内塔尼亚胡不顾西方的反对 继续向南布拉法进攻 据新头科的报道说 近日乙军在拉法、汉尼尤斯 以及中部和北部地区同时展开了 针对哈马斯进行清剿的行动 加沙的民众对于乙军的撤离令表示高度的配合 甚至在乙军没有要求的情况下 他们就自行从汉尼尤斯的纳塞尔医院 还有周边的学校撤离 负责人质谈判的摩萨德代表表示 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尔提出了一项让步协议 目前摩萨德正在研究这个协议的可行性 在哈马斯方面 从汉尼尤斯西部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了20多枚火箭 乙军对火箭发射点进行了轰炸 还要求当地居民向西南地区转移 彻底清除当地的哈马斯据点 而近期加沙民众终于对哈马斯的统治感到愤怒 一群加沙居民站了出来 阻止了数名哈马斯分子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焚烧了哈马斯国安部的巴士车和帐篷 另外根据情报 乙军在加沙南部大量炸毁了哈马斯的地道 有超过100公里长 而新闻周刊引述前美国空军军官莱拉里提出的一项重大指控 乙军在加沙发现了大量的中共军事硬体和武器 他说哈马斯地道是在中共地道专家的协助下设计建造的 因为发现了两名来自中共军方的隧道工程师 而网上近日也不断的爆出 哈马斯不再替中共保守背后的秘密 哈马斯发布了最新的视频中就显示 一个房间里有一排排的炮弹 而这些都是中国制造的105毫米反坦克火箭弹 是提供给哈马斯的 以色列许多媒体都转发了哈马斯的这个视频 以军国防部公布掌握了两名中国地道工程师顾问以后 又一次对中共撕破了脸 还有媒体说 中共是哈马斯恐袭的设计者 除此之外 网上近期还流传出一部影片显示 哈马斯武装部队卡萨旅使用了反坦克导弹 攻击了一支位于边境墙的以色列装甲车队 而哈马斯使用的导弹型号 疑似是中国所产的红箭8外貌型号 有观点认为这个影片清楚地显示 哈马斯使用了中国制的导弹 代表中国确实有向哈马斯提供武器 同样与以色列为敌的珍珠党能有大量的导弹 可能也是接受了中共所提供的武器 2024届中国大学毕业生现在正在走出校园 而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专家警告失业问题继续恶化 爆发社会动乱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 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了1179万人 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 根据智联招聘平台近期发布的 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2024届高校毕业生中一半以上的工作都没有着落 为了堵住四处蔓延的失业潮 中共当局责令各地想方设法增加就业 鼓励大学毕业生走入基层 自己创业或者是参军入伍 在大学层面 学校本身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就连党委书记和老师们都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 不得不为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提供帮助 受访的高校教师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不管多大牌的教授都要抓就业 老师勉为其难 学校在统计就业时也难免投工减料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诸多举措 凸显了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紧迫 也印证了大学生就业 在中国不但是民生问题 更是政治问题 因为历史经验证明 失业人口不断暴增 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的动乱 而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教育部在布置专项督导时却强调 各地各高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把增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落实好 促进毕业生顺利就业 目前压力是层层传导 由于经济不景气 中国的失业人口仍然在暴增 压力之下的高校都在想方设法的拓展就业渠道 除了传统的招片会 全国多所高校正在动员校友为2024年母校毕业生寻找出路 中共官方不愿意让外界看到大学生就业的及时和真实数据 去年7月份 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就统计 中国青年实际失业率高达46.5% 中共统计局在2023年的8月份 也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的数据 就业压力之下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 他们选择在继续升学或者是出国读书 有大学生就认为 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延缓就业的方式 据教育部数据显示 中国博士生的延缓毕业率持续上升 2018年是超过了64% 每年都有超过六成的博士无法如期毕业 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因为毕业无望选择退学 对此资深媒体人唐俊先生认为 一个社会的细胞它其实是家庭组成的 一个社会的稳定它是依赖于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稳定 它才能够带来整体的社会的稳定 如果说一个家庭他们有相对稳定的收入 才能够可以有相对一个安宁的环境去完成它的 比如说这个私奉老人以及培养下一代等等 在发展他们自己的人生的前程 它才可能有这样一个途径去实现它这些最基本的一些 这个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目标 如果说按照中国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40%多 甚至还有更高的 那么它就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大量的年轻人他们一旦没有工作 毕业季失业的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就会导致 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成立家庭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群对中共来说 它却恰恰就是一个社会不稳定的最大的隐患 因为年轻人他本身就是比较血气方刚 年轻人他如果说没有办法成家 他就没有家庭的这种牵挂和负担 长期的失业可能会导致他们对这种社会 对整个社会制度的这种怨气 他会逐渐的这个积累 就是可能会出现他们对要求发起 对社会实现变革的这种推动 那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会导致 整个社会上出现群体性要求改变社会的 这种呼声甚至是付诸于行动 中共试图以武力以及威吓 强夺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 不仅与美国对着干 也在威胁周边许多国家 据美国战区在7月2号的报道 为了破解中共 美军的近期也在准备研发平流层气球 以携带小型的雷达以及信号参测器 来寻找中共的重要军事目标 并且结合标准6战斧等等武器 进行精准的打击 报道说美军选择以平流层气球为载体 来实现分布式高空网络计划 将搭载雷达与高空太空传感器 执行搜索目标 搜寻情报 通信 电子战干扰 甚至是执行打击等等任务 而且在美国当地时间7月1号 已经在马里兰州的阿伯丁试验场 成功地进行了高空气球的相关试验 美军计划在这些气球上 挂上15磅以下的电子情报收集系统 以及雷达等等传感器 同时必须能抗干扰 并且具备人工智能 还要能够快速地识别目标 并且及时地报告数据 确保能够执行任务 并且持续进行监视目标 最终这些高空侦察系统 将与各类的远程高超音速 等等武器结合 对敌军进行精准的打击 美军要求竞标的气球开发商 向他们展示传感器的能力细节 并且在2025财年 进行地面还有飞行测试 报道认为 平流层气球不但具有良好的视野 也能当作超视距的通信中继站 同时先进的气球 也能长期处于同一位置 进行监视任务 并且气球的成本足够便宜 损失的风险与成本较小 美军会更愿意使用 气球侦察特别危险的区域 而美国情报电子站 与传感器项目执行办公室表示 美军的指挥官 特别需要利用精准定位 并且具有威胁性的综合防控系统 来破解中共的防御策略 来穿透中共的区域 阻止反介入的区域 马来西亚政府7月1日扣留了一艘 涉嫌在马来西亚水域 非法打捞二战期间 沉没的英军舰艇的中国挖泥船 穿红68号 根据执法单位的报告 虽然这个船上有60个 没有注册的液化石油器货柜 可以说不是非法打捞 但是马来西亚官员确实在船舱 以及甲板的储物空间 找到了也没收了两门大炮 弹药还有其他可能是军舰上的 铜 铝和黄铜配件等等物品 目前马来西亚国家文物遗产局 与相关海事部门 以及英国都已经介入调查 如果查证属实的话 那么这支中国船只的打捞许可证 将被注销 中国籍穿红68号挖泥船 在去年9月份和今年的2月份 分别获得了一艘沉船残海打捞作业的许可 但是在更早前 穿红68号就涉嫌未经允许 盗取破坏二战期间 沉没的英国军舰 威尔士亲王号战舰和反击号巡洋舰的船上物品 英国海军说 1941年珍珠港事变发生前 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受命支援美国在太平洋的战事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 这两艘军舰被要求截击日本舰队 当年12月10日 在没有任何空中掩护下 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被86架日本轰炸机队击沉 大约有840人丧生 而沉船的位置靠近马来西亚著名的旅游圣地刁满岛 英国海军痛斥中国破坏沉船残骸的举动为可耻 而英国国防部已经派遣了一支由调查船组成的工作队 前往了这个地区调查残骸的状况 并透过卫星监视水体 东南亚媒体指控川红68号挖泥船 掠击斑斑 还涉嫌在爪哇海 印尼 新加坡 柬埔寨和越南 非法打捞荷兰军舰的沉船残骸 还说这个船经常从海上自动识别系统中消失数周 可能就是在特定区域进行非法打捞 乌克兰海军司令说 在乌军袭击下 俄罗斯的主要海军枢纽正在失去作用 黑海舰队被迫将几乎所有战备军舰 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转移到其他地方 据路透社的报道 即将到来的周日是乌克兰的海军日 乌克兰海军中将内斯帕帕说 乌克兰导弹还有海军无人机 袭击给俄军的塞尔瓦斯托布尔基地 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这个基地是俄罗斯的后勤枢纽 承担着维修 保养 训练 还有弹药储存等等重要的功能 而俄军现在正在失去这个枢纽 俄罗斯全面入侵已经28个月有余了 尽管乌克兰地面部队在广阔的战线上 并没有获得全胜 但是在黑海却给了俄罗斯一系列的沉痛打击 乌克兰没有大型的战舰 但乌军使用的无人驾驶船只 袭击了俄罗斯的船只 并用风暴影音还有ATA CMS导弹 袭击了克里米亚的舰队设施和其他军事目标 内兹帕帕说 几乎所有主力战备舰队 都被敌人从黑海舰队的主基地调走了 他提到 俄军现在正试图解决黑海东部 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 将乌克兰发动空袭的巡航导弹储存设施的问题 这是俄罗斯舰队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内兹帕帕说 乌克兰摧毁或损坏了27艘俄罗斯海军舰艇 其中5艘是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水雷炸毁的 另外 他还提到 2022年4月份 乌克兰反舰导弹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 莫斯科号 给克里姆林宫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内兹帕帕帕提到 加上海军无人机的打击 俄军舰无法进入黑海西北部近2.5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而美国制造的F-16战斗机预计很快就会交付 这将有助于乌克兰挑战俄罗斯对黑海领空的全面控制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 订阅 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也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是小兰 我是小兰 是不是这里 你不要碰 agi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